哈喽大家好 在我旁边这台就是赛德房车白金plus 它外观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带有60公分的拓展舱 以及圆润宝满大额头 此车长5995 宽2440 高3150 这一侧有两个储物空间 分别是挫掌舱的下面和尾部的下面 这里是房车的黑水箱 连接卫生间的马桶 尾部有加水系统和220伏试电接口 这那另一侧有一个3.5米的非二马这阳棚 而且还有两个储物空间 乘客门也有很多的功能 这里是一个储物箱可以当做垃圾桶 窗户上面配有隐私帘 安拉是门锁 底下是我们的电动踏步 开关在这里 铁键门的左手边有一个四层的鞋柜 上方是我们的货卖照明和电源插孔 在上方就是厨房区域 尤其菜池 大湾水龙头 置物架 底下还有两个储物空间 底下是三个大抽屉 都配有卡扣水底 行车更安全 脚落里的是独立的空间 底下是赛特福德旋转马桶 还有洗手池 梳妆镜 质物架 顶上是双向的换机扇 旁边是独立的淋浴装置 紧挨着的是一体式衣柜 可以挂西服衬衫 后面是沙发卡的座 中间的桌板还可以摄像调节 桌板下架还可以拼床 拼成一张长是1米7 宽约90公分的单人床 上方配有窗帘 这里是热光布 下拉防蚊虫沙网 上方还有三个储物空间 这一整个部分就是错展之后的区 空间非常的大 另一侧是一个超柔软的单排沙发 不仅可以上午会谈 还可以拼成一张双人床 长是1米8 宽是1米1 顶上还有储物箱 以及两个触控式的小台灯 这里是额头床 额头床长约2米17 宽约1米5G 上下高度大约80公分 两侧不仅有小窗户 还有小夜灯 上方的是触控顶灯 上下床需要借助爬梯 大长腿之外 顶部有注射空调 烟雾爆解器 双向的换体扇 这边是韩国大雨的微波炉 下边是152升的冰箱 这辆车的控制开关 也藏在了橱柜里 暖风开关 1,000安时米电 清水箱是280升 污水箱是60升 3,000瓦的逆变气 还有照明灯变气等开关 下面让我们去看一下驾驶室吧 此车是EVCOSION底盘 搭载多功能方向盘 定速训航 8A品自动脑变速箱 中国大品 蓝牌C账及格驾驶 官方指导价格48.8万元 喜欢可以关注哦